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生杂谈,我是小生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点赞,分享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台湾的陆委会 最近不是大陆出台的一个农林二十二条吗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台湾陆委会就马上进行反驳了 陆委会说除了重复以往的说大陆包藏获薪 说的是统战手段之外呢 又提出了一个新观点 就是假模假样的关心起大陆人民了 说这个政策的出台呢 对于大陆农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我就在想了 这个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吗 这个台湾陆委会什么时候这么有爱心了 开始关心起大陆农民了 我简直就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 这个台湾陆委会的反应被传到大陆之后 网上的微博上的这些网友说陆委会 终于说了一句人话 这句话真的是说对了 两岸网友又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你从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出大陆网友对于这种会台措施 实际上是非常不满意的 这种措施就是为了白眼当 不仅得不到回报 反而会被那个咬一口 所以这种措施是不是对于大陆网友来说简直是 非常痛恨的一种行为吧 出台这种措施 当然了回到这个农民二之二条 这个事件本身吧 我看了一下这个农民二之二条呢 它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把以前的这些准入限制给放开了 实际上优惠的内容并不多 主要的优惠的内容是集中在这种金融信贷这方面的 就是在审查这些台湾农民企业这些资质的时候呢 给予一定的宽松条件 像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优惠的 这个优惠力度实际上并不大 也并不算是什么优惠的 什么会台政策的 只能是一个瀑布当中的政策了 那当然了 大家对于会台政策不满的 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这个农民二十二条呢 并不是说是他表面上说这个会台 但实际上也没有多大那个力度的 从那个大家从那个陆委会啊 这种反应来看我感觉啊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陆委会呢 这种反应还比那个国台办要好 我觉得你这个国台办呢 真应该跟那个陆委会呢 好好学一下啊 陆委会呢动不动就天天就 只鼻子骂大陆独裁民主 不专 那个独裁 专制 不民主 在香港反送中事件发生之后呢 又是借机大肆攻击大陆 而国民党 而这个国台办呢 只会被动式的回应 这个国台办呢 从来不会对这个台湾的内政问题呢 进行评论 从来不对内政进行批评 只是涉及到两岸问题之后呢 才会发生 我就想不通了 你是为什么不对这个 这些台湾的内政发生呢 我觉得微博上有一个人 叫做2049的世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正确的 你相比于你这种 靠砸钱的统战这种效果 你天天在骂台湾的内政 骂台湾这些两个烂党 是怎么治理的 要比你花钱搞统战 这个效果要好得多了 我就在想 这个国台办呢 除了砸钱 还会搞统战吗 除了砸钱当舔狗 你还会做什么呢 你知道这个统战 统战到底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吗 统战它的最根本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让对方认同你吗 从心里认同你了 接受你吗 最起码也是先不谈接受不接受 最起码要认同你的 可是你靠砸钱 靠当舔狗 你就能争得台湾人的人心了吗 台湾人就认同你了吗 这根本不可能呢 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你无论提供多少会台措施 出台多少会台政策 都是不可能的 都是做不到的 光靠会台是做不到的 我认为呢 对于那个对台这个统战呢 实际上有三大法宝 除了这个金钱之外呢 还有三大法宝 只是呢 这三大法宝这个国裁办呢 不敢用 估计再不用估计 以后也用用不到了 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三大法宝吧 第一个是民族大义 靠民族大义来进行统战 这个呢 像在那个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因为呢 当时在两岸的 台湾的中国人还很多的 所以呢 认同两岸同属于中的人 是非常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用这个民族大义呢 是能起到一定统战作用的 可是呢 现在呢 由于这些在台湾的中国人呢 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呢 根本不认同两岸同属为中 他就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用民族大义进行统战呢 也失灵了 不可能的 因为呢 台湾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 而台湾的年轻人 不认可这一套 他的内心里呢 就没有这种大中华的意识 所以呢 靠民族大义 这个也不行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靠制度优势 就是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像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 知道不知道吧 就是台湾 台湾呢 实际上也出现 一些左翼运动了 还有一些左翼名人 他们在台湾社会呢 也是发生了一定影响力的 就是靠这种 他们像 那个陈映珍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这个作家 还有就是郑春奇的 他们这些人 可都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 都是有社会主义信仰的 你像 原来的我们的 我们那个时候的 和台湾竞争的时候 就是靠什么 就是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来和他们竞争 当时呢 可能虽然这个实力上还有差距 但是我们有那个自信心 敢于提出这个口号 敢于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统战他们 可是现在呢 我们在对台统战的方面 还敢提这个社会主义吗 敢提这个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吗 还敢提吗 我就在想 国台办为什么不敢提呢 是不是他自己就不认同 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呢 习大大 习大大都说要制度执行 每次都提制度执行 理论执行 道路执行 文化执行 四个执行吧 这些国台办的官员 他有四个自信吗 他敢于向台湾民众推广社会主义制度吗 敢不敢 我想呢 几乎是不可能了 因为他现在就是推一国两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 也不 也不向台湾这个推销了 所以呢 这个也是零的 因为呢 不敢用了 怕被别人笑话 这个也是零的 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政府治理效能 就是通过两岸的政府 政府这种治理效能的对比 来形成自己的优势 从而让这些 台湾人的幸福 在现实层面呢 我觉得这个是最为可行的一个措施了 你就是 国台办的 你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 当舔狗啊 去砸钱的 你只需要 每天呢 都在就在就在那 骂台湾 骂台湾的内政 骂这两个 乱党乱党 是怎样搞乱 搞得台湾民不聊生的 骂那个蔡英文是 怎样大搞独裁专制的 骂这些国民党官员呢 台湾已经缺雨非常严重的 他们呢 却在求雨 不去想办法去 那个人工降雨 而是去求雨 这件封建 封建愚昧迷信的行为 不该被批判吗 你 你这种 这些烂党乱党上台之后 把台湾搞得乱七八糟的 对于这种现象 你国台办为什么不批判呢 我觉得你天天批判 国台办这些 天天批判台湾这些内政 乱象 你天天批判这个内政乱象 也要比你花钱 也要比你花钱的效果好 这是我的观点呢 最后总结一下呢 我觉得你 光靠呢 出台一系列的会台政策 光靠砸钱 是不可能赢得台湾人的人心的 统战的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要争得 对方的认同 认可 可是呢 由于呢 我们这些对台的三大法宝 像民族大义和制度优势呢 已经失灵了 民族大义呢 是因为在台湾的中国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制度优势呢 是因为你不敢提 你不敢向台湾呢 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所以呢 相当于你自费武功了 唯一可行的一个统战法宝呢 就是向台湾呢 展示自己的 治理效能 治理优势 这个治理优势 这个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大陆的治理优势要比台湾的好多了吧 为什么就不敢 为什么就不敢向台湾推广呢 那你在怕什么呢 你不去推广呢 光靠砸钱是不可能 不可能赢得任心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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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